我觉得刚刚真的看起来有点危险 因为我在他们之中 好像看到了一点小小的 爱的火花 对 怎么会这样 而且是那种姐弟的斗嘴 这好像跟盛宇很难会出现的状态 我是能感觉出他们俩很有恋爱的感觉 他们在沟通的时候 虽然没说什么话 但你觉得他很快乐 是 还有那个 你可以推我一下吗 对 然后怎么样 哈哈 然后幼稚鬼 你一程发生变化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距离拉近的时候 幼稚鬼 他好像不会用幼稚鬼 去跟盛宇这样说话 因为盛宇本身就不是幼稚鬼 所以人还是要幼稚一点 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这个姐弟恋是 楚莹反而是有那种小女生的感觉 她在她面前就会变得很可爱 很幼稚 会愿意跟她吵架 愿意跟她斗嘴 其实这些事情 是在盛宇面前没有的 所以姐弟恋到底应该是怎样 到底应该怎样 跟性格也有很大关 对 有性格是这样 就你平时回家跟那个老公说话 也这种 就这种哈哈 对啊 也这样 我的笑是知愈笑 你别给 我没有自己一种宣传自己 给自己立定标签 我这笑是知愈笑 跟我聊天很自信 不是 是她说的 她不说我能知道吗 为什么我最后特别挺她 是因为我感觉成伦 她有她成伦 很红薯的一面 对 她还做事很细心 正是因为年龄小 她就是有的时候 可能会幼稚一点 就是纯是像孩子一样 然后她那一面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自己就 就会感觉到 切换状态了 对 马上就切换状态了 所以你也会撒娇 所以你也会撒 我会啊 想看看那个孟陶撒娇 你撒娇是什么样子的 不到那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 大概的 你平时跟她说 撒娇撒到最多的是怎样 我撒娇的话 我牵她手 我会问她 怎么问 我可以牵你的手吗 请问 又来了 我又会这样 你要试试吗 我还没问你呢 怎么撒 你不是看上不一样 你知道吗 我得当那个人 你知道 当那个情形 好了 我看出来了 对 你平时会怎么撒 但你的语气什么状态是怎样 好发 这个 这个 我都不好意思 哎 臭臭 我能线加手吗 臭臭 我能线加手吗 臭臭 我能线加手吗 我能线加手吗 臭臭 我能线加手吗 臭臭 我能线加手吗 臭臭 我能线加手吗 我吃一个要互动的 对 就是基本上 跟你们实在是使不出来的 这舞劲 跟你实在是使不出来的 这舞劲 她是对着你撒娇的 就是怎么说呢 撒娇还同时带着一些 你来一个 乖 她撒娇比较多 她可会撒娇了 我真的特别吃她那一套 就比如说她在睡午觉 然后我本来出门了 然后突然我又回家 又拿一个东西 完了我就过去亲她一下 然后我就走了 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她醒了 醒了之后她又给我发信息 她说乖 我刚刚做梦梦到你好像回来了 你亲了我一下 是真的吗 她就这样 我就觉得很可爱 是的 什么事 怎么了 怎么了 她其实是真的回来了 她知道我是真的回来了 但是她就故意这样说 她就很可爱 她就可会了 反正她给我拿捏的一套一套的 撒娇女人最好命 不错 那咱平时应该很会吧 我挺会撒娇 那你平时会怎么撒娇 突然问我也不会了 我才突然get到你 那情境你知道吗 那情境到那了怎么样 是说话会很温柔的那种吗 会啊 就是会撒娇 就是那种 跟刚刚那个女生差不多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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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